为了强化社会安全政策 行政院去年核定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 通过社会网络连接成跨体系合作机制 要补足社会安全缺陋 因此台中县政府举行责任通报人员教育信念 集中判案中心要实践快速准确立即救援的策略目标 如果花了两倍的时间三倍的时间 那那当然后面真正他需要的那个需求的服务社工 他介入的时间就会比较慢 有可能就会去拖到 坏的话或许我今天就可以派案 社工今天就可以去访试 但如果说这中间资讯太多要确认了 我可能明天才有办法派下去 台中县政府表示 平均每年接受1800件通报案件 而这次参讯学员多为警证 卫证 教育 像是施工所业务承办人或民间社福团体 只要先上通报 然后马上就会有资料或是社工人员跟学校联络 或者是跟负责通报的人员联络 然后会做立即的处理 不会像以前可能在资讯不发达 或是规则不明不清楚的状况下 可能要往往要等很久 他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去忍受 现在就是要透过线上 那就是我们受了这个课程的训练之后呢 我们就会自己去上网去做通报 县府表示会陆续在海岸县 重谷县办理教育训练课程 减少错误通报案件情形发生 也落实保护性案件责任通报品质 原市新闻物质台东大午采访报导 这些课程的训练